影片开始前记得帮我按个赞哦 哈喽大家好 首先带你们来换这个蓝铃 再来换这个生木格子 换完了以后就可以开启最后一个箱子啦 这一件是守护龙稻炮 这次任务可以兑换的墙子跟地板啊 都非常有日式的风格 喜欢这种日式风格的你一定要来记得收集哦 接下来是我们总裁要来兑换这个大王青龙的鱼缸 如果你想要看鱼缸的大小的话 可以点上方连结去观看哦 他准备要来开箱两个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 守护龙的头冠 再来是守护龙道跑 他很厉害 他的分身跟本尊两个账号全部都完成任务了 接下来让你们看一下这个身形大小 这是小个子的身材 这是中个子的身材 这是胖胖的身材 这是胖胖的身材 让你们参考一下啰 这次活动任务的服装真的还蛮不错的 有一条龙会盘旋在上面 可惜就是没有女生款的 希望官方以后会改成有男生跟女生款的任务 会比较有趣一点 接下来带你们去找巧克力啦 带你们来找第三天的 第一个非常的简单 我们就到露营场的无限之塔 在这个大式NPC的头上哦 非常简单就可以拿到了 再来第二个也是在露营场 在这个蓝色帐篷旁边有这个烤肉架 就在这个烤肉架的上面咯 再来第三个也是在露营场 我们要经过这个消防员NPC 他对面的这栋房子走进去 转弯过来 这边有个白色的桌子 就在这个桌子上面咯 再来也是在露营场 我们到这个绿色的帐篷 在这个绿色帐篷里面咯 就在入口处而已 接下来也是在露营场 在这两位欧霸NPC的中间 后面有一个红色的凉亭 在这个地板的上面咯 这样就结完第三天的任务啦 然后就可以开启箱子 可以领到10颗宝石咯 接下来我们来寻找第四天的巧克力 首先第一个在度假村 在这个钓鱼店的柜子上面咯 再来第二个也是在度假村 在这个房间 然后这个房间呢就是豪华房里面 然后就在这个浴缸的上面咯 第三个也是在度假村 很简单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黑色的人数的板子 它就在这个黑色板子上面咯 再来第四个也是在度假村 在这个白色的柜台桌上有一个凤梨 就在凤梨的旁边咯 接下来也是在度假村 然后我们到豪宅 然后往左边 开进去 就在这个化妆台的上面咯 这样子就收集完第四天的巧克力咯 接下来要带你们去寻找第五天的巧克力咯 首先第一个非常的简单 就在广场 在这个农年拍照区 这个龙嘴巴的上面咯 再来第二个是在露营场 在这个卖棉花糖的摊位上面 第三个也是在广场 然后在这间这个是福事店 在福事店这个咖啡厅的饮料上面咯 再来就换到度假村咯 在卖果汁的后面 这里有两艘小船 是右边这一艘 再来我们就到市中心 然后到超市里面去 这里有很多的面包 在这个面包盘子的上面咯 这样子就轻松找完五个咯 那最后一个也是在市中心 在饭店里面 直接往这里走 直直走 然后看到这个黄色的SPA进去 然后再直直走 转弯 往这个门进去 会经过一个超大的绿色的池子 这个门进去 这里就是三温暖 就在这堆石头上面咯 这样子全部的巧克力就都找到咯 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甜蜜蜜的姓名标签咯 还可以拿到一个情侣的鞦签 接下来领取甜蜜蜜的标签咯 安装上去让你们看一下咯 然后这个鞦签真的蛮有事的 就是两个人坐在上面对看而已 以为可以在上面摆动 结果都不行 只能在上面做动作 官方都做了这么漂亮一个鞦签 结果它们有什么互动性 有点可惜咯 接下来开箱一下我的信件咯 感谢周围粉丝赞助十六金砖 然后再来要分享新的礼包咯 是这一个甜蜜蛋糕卷的礼包 里面有一个蛋糕卷的法窟 还有一个辫子头 还有一个辫子头 还有一件蛋糕的连身裙 还有一双粉红色的皮鞋 本次的开箱是由凯凯好所提供的哦 接下来让你们看一下身形咯 这是小宝宝的体型 这是中宝宝的体型 这是长腿宝宝 这是胖宝宝 让你们参考咯 然后今天有登录的奖励可以领到宝石 抽到了30克钻石哦 那你们抽到多少呢 那这次找巧克力的任务都分享给你们咯 大家赶快努力去收集吧 喜欢请帮我按赞跟订阅 下次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